! 大家午安 他可以嗎 基本上我這個時間點 我禮拜一跟禮拜四都再大法 在教授這個大學部的這個電子商務的這個課程 那我也很感謝我的人生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那因為其實我是一個賣碳的孩子 我的父母親 只好出生那裡就開始賣碳 賣木碳 大家考慮用木碳 想不開的時候用木碳 還好大家都在 沒有用過那樣的這個功能 那等一下我來講一下我怎麼用碳來 透過這個網路 當然我們這個域名的部分 很早以前我可以去註冊了 就是大域名這一個 那我剛剛有看到 就是可以點這個台灣這個中文網域 去年其實就已經有看到 那今年感覺好像又更清爽了 我這部分我也會再去做這個再加入 那我今天我想先在演講之前 我先分享一下 那也想問一下各位就是 有沒有人正在經營電子商務的 有嘛 剛剛那位講者 這裡 這樣很好 那有沒有 除了電子商務之外 你們有其他今天想要 特地想要瞭解的嗎 有沒有想要問我什麼東西 因為我等一下可以加入在這裡面 不然一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等到良過好了 有沒有特別想要知道什麼 最後有QA 最後有QA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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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想說他們有沒有比較需要知道像說怎麼賺到錢啊 還是說那個錢之後要怎麼投資啊 有沒有這類比較現實的 跨境電商 跨境電商的部分 OK OK 那今天我們有準備了等一下會特別提一下 好 那還有沒有同學有沒有特別想了解什麼 金流的部分 金流的部分 就消費者怎麼樣把他戶頭裡面錢 揮到你的戶頭是這個什麼 第三方支付的流程跟邏輯到底是在做什麼是不是 好 台灣這部分還比較弱一些喔 但是我等一下會提一下 可以給他們知道 有沒有朋友的同學 或是朋友比較想要唱 了解 所以我們把這個點 品牌介紹一下 好 品牌部分喔 好 品牌部分我等一下會提到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來講一下 這個念木座 木座達人 同工座的那個座 那也可以念醋酸的這個醋 事實上我賣東西其實非常的 不好賣 剛剛那個 游欣小姐 我坦白說他們家東西還比較好一點 大哥啦 你可以幫我把這個 噴大家的手洗一上 這樣下好不好 拜託然後再幫我 回船一下 回船一下 全部去你現場的噴一下 這個完全是天然東西 大家不要緊張喔 不要聞到味道就要往外衝 那在我大三就是我21歲那一年 我的父親跟我說這東西非常好 他殺菌效果很好 那這個東西呢 還可以當乾洗手 如果你的這個 有香港腳的問題 他們腳的 可以讓你這個香港腳 清潔溜溜 不用這個 撩梅酥一日撩沉 也不用這個 泡煮爽七天爽爽 不是都不用 這個只要 噴一下 你的鞋子乾淨 你的腳逐步乾淨 對 味道不好對不對 味道不好喔 對 你知道 我們在想 我們在講一件很有趣事 就是說 你的創業題材非常重要 在你在選擇創業的時候 你選擇那個東西就很重要 你要賣吃的也好 你要賣包包也好 你要賣用品也好 總是要讓人家愉悅的吧 總是要不討厭的吧 但是大家現在十個人分十個人都皺眉頭 我那時候也跟著我爸皺眉頭 爸 這真的OK嗎 那大家放心啦 安全氣勢完全沒問題 這吃到都沒有問題 剛剛大家甘心什麼用是不是沒問題 而且現在登革熱期間 它是有防溫效果 這是燒木炭的過程中 會產生高溫的水煙 我們把那個煙把它收起來 其實它就是木材裡面的水氣 那它等於是 有玫瑰精油對吧 也有薰草精油 那也有蔬木的精油 木粗液就是蔬木的萃取液 那它是把油脂去掉 然後取木材裡面的水分 那它的抗菌跟殺菌力效果還是很好 那它這種殺菌力多強呢 你可以想蔬木可以活在100年 活1000年 你就知道蔬木抗菌力有多複雜 多強烈 那所以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東西來創業 它有一個很大的天花板 所以天花板就是我們所謂的發展的平靜 因為味道不是很好讓人家接受 對不對 所以我在24歲那一年 我開始準備創業的時候 我就決定用這樣的東西來創業 那我知道我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我在網路上也賣這樣的東西 遺業我超過了 一個數字 等一下可以公布給大家知道 那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你們在賣東西比我麻煩太多了 這個是我要讓大家盡力一下信息 因為其他東西應該都不會找比最困難的 好 那我是明治科技大學 獨專的這個學歷畢業之後呢 我為了想從工科 我怕帶著安全第一 這個走入我的人生 然後我想說我家只做生意的 我是不是去讀個商科的背景 所以我又去讀了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行運動管理系 那在私階上 我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非常想創業 那我就一直到處的找我的同學 同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創業 你有沒有想創業 你有沒有想怎麼做 所以我曾經想過開7-11 我曾經想要去擺夜市 我曾經想過很多任何想法 在二十一歲遇到木作 我才決定用這樣的東西來創業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團隊的成員 其實 他們都是我的大學同學 跟國專的同學 那後來我在創業三年後 在二零一年 我就覺得 實在是輸讀不夠 我就再去考了青海大學 那我用一般生的方式進去考 那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不是考再次進修的關係 然後用一般生的方式進去 真的是挺困難的 老師跟我說 我送俗審資料去的時候 結果是備取第七年 備取第七年 沒希望 哎呀 進來給我口試的機會 口試的時候呢 老師就說來 給你一分鐘自我表述一下 我說 老師 我創業之後才發現 我有多麼的不知 我有多麼的需要 知識 需要學術的支持 一輩子最需要學術的這一刻 就在現在 我就像一塊海綿 我太渴望知識的怪膽 當然沒有這麼 哇 我是拜託 能不能讓我進來 但是我真的很覺得創業到現在 我沒有好讀書的話 這樣 這公司就有導導 我今年沒有考上 我跟娘跟 後娘跟 我會知道我考上清華大學的意思 然後我把始終再轉給她 結果後來正取一期 那知道口才非常重要 那各位如果沒有這樣的口才 千萬不要去考清華大學 這是一段故事 時尚工業賽就是賣戶判的 目桌達人是賣戶處的 其實就是一個是 我的前端跟一個下影 就是這樣 那在 前幾年也得到這個 TWNIC的網路穿越是第一名 也很感謝他們給年輕人 也給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覺得大家盡量多去比賽 多去競爭 除了知道自己的位置之外 也是增加撲放很好的機會 那在Yahoo品牌信任網 去拿 前面拿到 2015年到2015年 這五年間 我們都拿到網路賣家 尤其在去年 我們拿到第一名 大家知道那個 五月天的阿信嗎 五月天的阿信 常常在網路上跟大家互動 那他有一個叫 他有一個品牌叫 胡二良的那個衣服叫做Stereo Stereo又比這個網路賣家 這個比賽 他在最後一天 比賽最後一天撕傻的 很激烈 他第三名 他第一名 因為我們第三名 最後我們把翻盤 我們幹掉了 五月天的阿信 我私下也寫信 跟他道歉 只是他不太理我 就是 那包括無印良品 包括黑貓宅 即便你想到了 康世美 立英榜 都在比這樣的比賽 所以如果你們做電商的話 也很歡迎 也很希望大家 推薦大家去參加這樣的比賽 因為他是一個 每年一年一度 大概在七月份會去報名 那 因為還是五月份報名 然後七月八月 這樣子 對 那是一個蠻 電商就是蠻 智慧的競賽 那在2015年我獲得了 100B不見人 是當屆最年輕人的候選人 那我今天會用五個小故事 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創業的整個賣入 事實上如果在座各位是 不管是創業 或是已經當老闆了 或者是你正選擇 想要走電子商務來當作 你創業的一個方向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目標 要先找到一個事情就是 動機 你的動機是什麼 如果你是為了賺錢 你是為了 改變生活 你是為了 帶給家人做好的一個 夢想 或者是你可以去 賺到錢 然後去 讓時間 或者金錢 更加自由 我覺得這都是 無可厚非的 他是創業過程中 可能成功之後 帶來的 的東西 但是 千萬不要把它 變成你的動機 因為那個沒有辦法 支持著你 前進 當你遇到 大困難的時候 你就退縮了 動機是非常強烈的 動機是不會動揚的 動機基本上 是跟你生命有關 在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他是為了支持著 核心的力量 要找核心的力量 就要找生命的開關 這是我兩歲 驚嫩的名堂 大家也不會曉得 他30年後 會變得這麼粗壯 但是他的父親 就是我的爸爸 當然那個時候也是 32歲 33歲 大概就是我現在的樣子 那 就三觀目炭 後面這個叫做原子炭 如果 會不會 比較年輕 他比較 長一點的 在年輕時代的時候 家裡有那個 爐藻 有沒有 會燒柴火的 燒水的 煮飯的 會用到這種原子炭 那稍微在年輕一點的人 可能會用 紅軍露營的時候 會用到這種炭 那我父親他要去做這種炭水 其實做這個炭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是 TBBS那天剛好來採訪的時候 他要求我帶他去看那個廠序的狀況 那我跟他講真的是很危險 你可能鏡頭會溶掉 所以你看他站在右下角那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可是事實上第一線工作人員是要非常靠近火源的 你看那個蒸氣機這麼高 那基本上你的頭髮跟手汗那些 手毛都Q起來 那非常危險 所以變說 很多年輕人是不願意回到這樣的工作檔位 那我從小其實就看了我的媽媽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把的木炭大概25公斤 20公斤 然後不斷的搬運 不斷的搬運 然後流很多的汗 非常的熱 但是他為了怕燙傷 穿長袖 口罩 帽子 所以他就不斷的流汗 不斷的喝水 不斷的流汗 不斷的喝水 所以聖結石好幾次 那這是我爸跟我媽媽在工作的時候的狀況 那這個事現在是一個我的叔叔跟你講 我叫阿姆 那都是老一輩人在做 沒有人情人 那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我會知道神住宿的費用 我住在長區 正在高雄的入住 那我每天早上 他們都比我早起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他們大家都下班了 但是我都能聞到那種煙燻 柴燒的味道 就是那種 我們常在鄉間小道上 會聞到有人在燒柴的那個味道 很溫暖的 然後感覺就是這樣 那事實上常常在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 我常常一直在想 其實我小時候 我一直很想幫我爸 可是我 我有三個姊姊躲在前面 那我爸很不爭氣的第四個才生到我 這個以前要拚一個男的好像特別難 這個很奇妙 所以生了三個姊姊終於輪到我出身了 那我爸爸呢 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他不太修蝙蝠 我頭髮跟這個胡椒還是有的 我想大家在 拍照的時候都會整理一下你懂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個父親帶了四個孩子 已經很累了 然後工作又很忙碌 要整理自己 我想是非常 所以其實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後來再去翻 我找不到第2張 我們全家人一起出門的照片 我小時候最常抱怨就是我們家都沒有出去玩 因為不可能 因為家裡工作很辛苦 那我爸那時候因為創業 我爸也是一個創業家 但他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創業家 他是負債的 因為過去的人他是沒有資產的 他就是借錢來闖事業 借錢來闖事業 就是這樣 終於有20歲了 我爸這個肯定說 你去 可以啦 讓你搬木炭 讓你賣木炭 不然呢 都會說怕我壓壞我的龍骨 他長不高 那太重了 那那一天我就開了我家麵包車 那我以前都說我們家要修女車 就後來有一個女同學跟我說 那叫麵包車 不是修女車 又被打了一巴掌 後來我就沒有跟他交往 那一天我開了麵包車 到了這家這個炭行 我就說叔叔 以後不是我爸爸來喔 是我來載木炭 然後我要把你載那個 再去那個燒烤店去賣 我們家是賣給日式燒烤的 餐廳在用 然後這叔叔就在開始頂 這是我在下面幫他拍的照片 這一袋木炭30公斤 有個女孩子小的 小女生比較瘦一點的30公斤 一隻手膝蓋這樣頂的要扳 我說叔叔不是吧 這個 太囂張啦 這兩手啦 叔叔這不行啦 我都讓你彈就好啊 你知道嗎 你阿嬤 我正在開玩笑 結果後來發現 不對不對 他右手是不自在的這個擺動 他沒有右手 阿嬤叔叔叔不好意思 我講錯話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開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不是在開你玩笑 但他已經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沒關係啦 沒差啦 我不是在開玩笑 做這個不出頭啦 你年輕的來也不好啦 你教室你年輕的 你年輕的老大沒那麼多 聽不懂 今天換工作了 不可以這樣做 做這個不好啦 大家聽懂 走20年呢 我薪水還是這樣1萬多塊 還是在課什麼意思 我完全違句話都不敢 我想到高雄的那兩個叔叔 然後又想到這一個叔叔 我心中其實是很糾結 賣木炭的都這麼 好像是社會比較低階 好像就是比較 沒有人要做的 這麼細陽的 我要投進去嘛 我這樣子到底對還不對 那一天 我把這個時代木炭 載到那個 新竹縣政府的對面 有一家燒肉店 它叫鷹燒肉麗 那個燒肉麗是非常高級的 那個高級最大區的那個燒肉麗 然後我就推了我的那個推車 然後呢 我載了 我帶了木炭 那我經驗比較不足啊 我想說 我帶我應該還是拉得懂 結果我推車怎麼拉都拉不懂 現在喔 那個街頭藝術 你知道一定要拼街的磚 你知道嗎 我多氣那個你知道 因為我的輪子都會卡在那個縫裡面 你這邊 我在那邊跳 我在那邊跳 在那邊拉 這個我拉不進去 我在那邊想說 台灣最美麗的東西是什麼 是人對不對 我想說哪一個人會來幫我推一下 然後我在那邊說 我好感動的人喔 你趕快幫我推一下 這樣一個影子閃過去 一個媽媽親著一個小女生 然後就跟他說 如果你不讀書 長大就跟他一樣 哇 心中百感交集啊 回來我跟我媽說 我真的很氣餒 我沒有 不是不讀書 怎麼這樣跟我說啊 還好不出狀元啊 所以爸爸媽媽才叫你不要做 我媽才不希望說 你讀了大學 還要去做這樣的工作 怎麼看不出狀元啊 我那天吃不餓喔 你有沒有覺得很憤怒 來我們家吃飯嗎 那個時候我大概20歲開始慢慢懂 為什麼每次過年都是去人家家裡吃飯 原來媽媽跟爸爸是委屈的 那我心中會想 那他們叫我去讀書 叫我去幹嘛 原來是 期待著你能夠翻轉你的家裡 能夠翻轉你的人生 你不要再跟爸爸忙來幹 各位應該要做爸爸媽媽的話 你們有沒有 有一天會跟你的孩子說 不要跟爸爸媽媽一樣 你知道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在某個程度上 是否定了自己這一生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不要跟媽媽一樣 你要好好比出 最好比爸爸媽媽好 你要比爸爸媽媽更危險 但在某個程度上 孩子聽到這些話 是要替他們爭一口氣 所以我就跟他說 媽媽要賣你一趟 而且 做什麼 都不行 就只有賣物碳 才可以讓我把這一個事情 在我心中了解 不然我可能經棺材眼睛都不閉上 心中是永遠 心中是有不甘 如果我20歲之後開始賣物碳 二十歲就大學 我屬完家一定會搬 一帶物碳就30塊錢 我就一直搬 你知道那個 像在礦坑工作 那個碳灰碳紮什麼年代汗水裡面 流到眼睛你是不能容的 因為你戴手套 太髒了 四個小時喔 不平行喔 還請就請不到 人家在搬這個 很大薄 這是我 遠點照片 你看那個 那個下面那開推高機 那是誰 那是我學弟 我跟我學弟說 來賣物碳喔 因為我們請不到知識份子 只能請還在學的幼幼鞋子 還不知道世間的行人 來來幫我 賣物碳很不錯 很有潛力 這個學弟到現在還是在我公司工作 非常優秀的學弟 他是同級的那一年的 第一年畢業 那 他就這樣幫我推高機 然後我就這樣辦 你看搬完之後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是洗不掉的 那衣服一次就報廢了 我很白氣喔 穿白色 我想說還是可以洗 當作工作服穿 結果那個碳 你知道那個碳是有帶一點教練的 那都幾乎是自癌物質的東西 很可怕 那個不是OK的東西 非常行惡的工作環境 是很可怕 但是我覺得那個還是要怎麼做 當然到我現在來做木碳的時候 我已經把這些 比較不好的碳 我全部打掉 我都不賣這樣的碳 我說我只賣最好的碳 所以以後 如果你真的要考慮 不要忘記 網路上有家在賣木碳 超讚的 我們已經沒有賣這樣的碳 但是呢 我那天跟我媽講這句話 那媽 我們做木碳是不是 一輩子都能幫她發生 這就是我的動情 一個不能撼動的理由 再苦再累 我要把這個 蓋我們我才幹 如果大家今天只為了賺錢 如果只為了一個 是更好的生活 這個 沒有辦法讓你這樣做 大家要先把 當然你要去美好的路上 你總是要帶著一個信念 那什麼信念 第二個消失的存檢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我會飛 你知道嗎 我嘗試過 從二樓跳下去過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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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爸擋下來 不然我現在就是 癌症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這樣的超人 你小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一定也想過 我什麼事都可以做到 對不對 但是當我慢慢長大之後 就發現 很多世間的悲慘的事情發生 我們卻只能袖手放光 我們只能在電視機前面罵著 為什麼警察不開槍 讓那台車不斷的倒退 撞到那個小女孩 為什麼不把他攔下來 為什麼大家都 為什麼那兩個要吸毒 不要問為什麼 就問我們為這世界做一次 就好了 那個是昨天的新聞 這個是我大學時候的新聞 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看到了一個新聞 就是一個 媽媽得了癌症 然後他的爸爸打理工 然後他有五個孩子 那最小那三個孩子 就在醫院在那邊吵啊 因為媽媽待在這個安眠病房 那護士小姐看得很不忍 帶他們去吃麵 護士小姐 口袋一摸 腰熟啊 老大什麼錢 等一下這兩個 這三個小朋友會不會給我點 牛肉麵什麼 沒有錢 結果三個小朋友竟然自己點了 兩碗的陽春麵 然後護士小姐說不要 我夠了 我們點兩碗餛飩麵好了 結果小朋友很開心啊 喝了一點湯 吃了一點點的麵 餛飩都沒有動 就說要打包 哎呀不是說很餓 你怎麼怎麼吃這樣一點點 我要回到你去點哥哥 還有姐姐 還有媽媽跟爸爸吃 那在那個新聞 的後端就是 媽媽在吃的那碗 其實上太也吃不下 他的化妝吃不下去 吐不下去 把全家人抱在一起 那前一年的新聞 是最小的那個孩子 已經去寵軍了 欠了 欠了國軍了 這個 這個 我們除了這個 好像 簽了這個義務幣 我們說 簽在去當地 都已經長大 但是當我們在看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身在那時候是捏著報紙 心中很疼很痛 很想要流淚 我就覺得怎麼會那麼慘 我們能夠救什麼 我沒有錢 我救不了他們 社會處在幹什麼 政府在幹什麼 還不趕快去幫忙 啊我的師姐呢 他沒有給他出現點 沒有關係 太泡泥也可以嗎 沒有啊 什麼都沒做 我去幹哥在心裡 可是他其實我心中打擊很大 我一直想要幫助他們 可是我心中不知道怎麼幫助 我很悔恨 右邊這兩張照片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在做什麼嗎 這是小林村 這個其實在扶在地上 在維絲 那個大型機器進來就沒有救了 看有沒有辦法維得到 把它挖出來 還有一個全屍 後來已經沒辦法 會已經買掉 遇到這種災難的時候 不是人禍 當然可以說他們選擇 住在那個地方 的地方有對嗎 人生有說要在那裡嗎 但是 災難發生 你要用任何的理由 去讓你好過一點 我沒有任何理解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任何理由 讓自己好過一點 我們最後也都選擇這條路 百年事件 不要說那些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能做什麼 我到清華的第一年的時候 我跟老師照顧我能連三道 他說 偉辰啊 那你為什麼創意 可以給我一個具體的答案呢 老師其實 是想創造更多的救濟科 創造宇宙之星人 我們真的 人生來到世上 不就是 我要說一些無微博靈 你知道嗎 為什麼老師錯要開槓了 這種送分題 太厲害 老師認了一下 好 我們再回去想一想 我有點挫折 我想說這種送分題我沒拿到 而且還回答不好 可是我發現 老師要的不是在哪裡 我回家呢 開了電腦就一直找照片 找一些我有想法 我有一些靈感的圖片 就在我們Google 就不斷地搜尋 所以到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覺得印象中最深最深的 最有感覺的照片 然後我媽媽在窗戶外面偷看我 半夜十一二點 還在看電腦的小人生人 肯定是在看一些不好的東西 她想要吐息我 她就把門打開 你是在看什麼 我看你 這你也可以看 不是 媽媽不是 我想問你 我小時候你說我們很善良 你可以告訴我 到底是怎樣善良 你小時候 那個算命的說你皇帝命的 不是這一段 另外一段 你常常 我們去吃那個肯德基 媽媽一個禮拜看你會吃 因為我都交給阿嬤待了 媽媽會帶你去逛新竹市的那個 餐廳那邊 還有一家肯德基 媽媽你就跟媽媽要十塊錢 說要買popotum popotum就是我們的口香糖 但是以前的 我們說的乞討者是沒有在賣口香糖 他認為我是真的要去買口香糖就對了 那我跟他要他十塊錢 從二樓的肯德基 咚咚咚咚咚 五歲了 我就把他跑下來 我就去 丟給這樣的一個一個婦人 我印象很深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拉著二樓 大家在拉什麼東西 然後 他是忙的 因為他是忙的 所以我丟了前色 我很安心的 蹲在他前面看 我還想說要怎麼幫他 那我媽跟我姐 不得了 三十分鐘的 這麼可愛的一個小男生 人踩茫茫 要倒催啊 賣泡泡糖也不會那麼久啊 趕快跑下去找到處找 要命的 這麼可愛生不到了怎麼辦 對不對 一直強調這一點大家都不笑 我怕大家睡著 跑下來看到我蹲在他前面 你這個小的 那有夠大招 你去衝啊 這人來人往地上一招 你怎麼這樣 你衝啊 媽媽你把錢都給他 你頭壞掉 我們也很散 你是 你是說 一人一塊命 我們沒辦法 要把我拉走 不要你錢給他啦 你救他 你救他 哎呀 我們沒辦法 我就喊 對不起我救不了你 對不起我救不了你 老夫人 那個畫面我就繞在心上 五歲 你們可以再回想 你們四五歲發生什麼事情 哎我們不是一出生就有記憶的 對不對 一兩歲沒有記憶吧 三四歲很難啦 四歲五歲差不多了 我自己真的有記憶的打開那個 好像那個 記憶體的 那個那一 那一瞬間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我一醒來的時候 是我媽把我褲子脫掉 在那個 我家的巷孔 我說來放給我 媽這麼羞愧的事情 我還四歲 然後他竟然 哎媽 你怎麼從來這樣 對不對 是這樣 大家也可以不去回想一下 其實小時候最小的那個 純真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真正的那個樣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長大之後 我二十歲之後 十八歲之後 我們打工賺錢 我們去逛夜市 有沒有看到地上人在爬 對不對 還會放音樂 有沒有放佛經 你會關錢嗎 會關好 十塊二十塊你有錢嗎 你有丟嗎 我也丟啊 我小時候沒辦法捐 50塊 10塊 沒關係 我今天只有30塊 沒關係 我給你 我有吃了 我吃飽了 OK了 我給你 同學 你笑的 你在幹嘛 什麼笑的 你怎麼沒有愛心了 你會嚇一跳 不是啦 還假的 什麼假的 你瘋了 這樣 你這樣 對不對 有沒有 同學說 不要 他是騙人的 我說你怎麼這樣子 我管他變得好 這是 對不對 我看到他舊啊 能多少算多少 隔天 上新聞 有四棟房子 兩台賓士 真 沒什麼話 原來他今天是街頭藝人 你知道嗎 那時候行動就不同 真的是被騙 我再也不見了 我的愛心 開始慢慢變灰色 變黑色 蒙哨的櫻鼻 再也不是那個 純真的哨鼻子 我在夜市看到他 在那一條巷子 我就停開頭 到另外一條巷子 放進來 看到這邊也有 也不買 我就到另外一天 我再也不見了 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的教授問我之後 我住在那個椅子上 穩潤底下 我臉色彩膀 其實我創意是要幫助更多的人 其實我創意是為了幫助很多很多的人 是我小時候就想做的事情 不過我才選擇創意 我才回想到為什麼我會創意 你知道嗎 我很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立下兩件事 我要不就從政 要不就從上 從政就 就被揍什麼痛的地方 後來化學 白袍意思也會變黑袍 所以不好你知道嗎 這個台北最清楚 我創意 我跟他沒差 所以從政不行 這條路不行 但是我覺得林志公專 王友慶的學校 王友慶先生讓所有的原住民 不用小學大會 每個月有 這個月 這個是他的零用技能 我覺得做一個企業專長真的很穩當 讓很多 因為我同學 很多是真的是東地收入部的 他們真的得以 讀完學業 真的可以工作生活 改變了很多的 真正那種新興學職的未來 我要成為一個企業者 我要創意 所以我要做創意的事情 一個是我的動機 一個是我最恆行的這個意願 就是要幫助人 這才是創意的理由 那至於創意的業 那就沒有要緊 你已經找到你了 你已經找到可以keep住你 最虛弱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就可以走 還是要讓大家去找這件事情 所以小時候真意敢慢慢不見 為什麼大家都變成這樣子 我們還是要回過頭 你要把你黑色的心臟 你也先擦一擦 我們要不要幫助人家 人家是不是真的假的 跟你的心是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要幫助人家是我們自己的意願 我們可以用更智慧的方式來幫忙 對 但是我們不要 人緣彷徨這個世界 所以 我們還是要繼續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先選擇創意 那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持心動念是創意的一個關鍵 在這樣子一個動念下呢 事實上我遇到很多場合 很多的老師 很多的長輩 就非常的憐惜我 也非常的疼愛我 這是一個台灣一百大藝術家 其中一位 他用木炭把我創造了一個生命之分 他說超越黑暗 光明就在眼前 然後我趁著要繼續加入 我在創業前三年 事實上我沒有任何的收入 我曾經想過 為什麼 六樓可以跳得下去 我開始能夠理解 我是一個這麼樂觀 是這麼一個 在學校當那個系學會會長 然後當社團的社長 我是一個非常popular的人 非常受歡迎的 但是我那一刻我竟然會選擇 我 難怪 難怪跳得下去 我現在也跳得下去 我每天坐在二樓的 這個辦公室 我自己的房間 我就聽著我的爸爸跟我媽媽在那邊吵架 你不要再叫他去創業了好不好 你要害死你兒子嗎 然後我爸就說 沒有大風大浪 怎麼創造出好的水手 我電力風消的 就趕在那邊馬來馬去 我很煎熬啊 一個主戰一個要組合 你知道嗎 就叫我去找工作 一個天到晚了 就叫創業 家裡有飯吃就好了 一定有你的飯吃 不用擔心 就後來我今天爆你知道嗎 霧炭那個營業 我去登記一下 一個月有營收下來 16900多塊 欸爸我剛才這廚這麼多年 你看 這麼飽飽人家 剛才這麼飽 我怎麼這麼困難 黑咖沒什麼糖買 說得好 湖口也沒什麼好買的 我住在湖口 七人吃這兩年有開過來 我很高興 七人吃終於發現這邊有住人 林老師 你在離婚後 1994年 你怎麼會變成 營業了 對不對 真的我開玩笑嗎 幾年前 真的 幾年前 五六年前 五年前 五六年前 沒有開玩笑 家裡都不用開發票了 對對對 好 那當然你要選擇創業 你必須放棄你原本學歷 帶來的工作 對不對 你原本可能有了興趣 可能有了這個機會 你要放棄掉 因為你要創業 你會必須放棄掉很多成本 那校文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 血淋淋的意思 我在學生時代 因為沒有很多的錢 所以我要去不斷地打工 可是因為我長得特別高壯 那個老闆不用了 我一直搞不懂 他是怕我搶他的便宜 我去 應徵加油站 他不要用我 我說我做大業班 可以幫你把錢保護好 他說我怕你把錢捲走 他說我怕你把你撂到 我以為什麼意思 給我打工機會 我很怨恨 我就沒有打工機會 沒有打工機會 我就必須發現 我自己的財源 開始一直省思 一直查 原來 我的賞音 特別的好 那我就不斷地去比賽 歌唱比賽 那我從 一場冠軍 兩場冠軍 比到區域的冠軍 比到台灣南區的總冠軍 那圍禁唱片 聽到我的歌聲 他以後 喜歡的不得了 就把我簽約了 那大家有看那個蕭雅軒嗎 很喜歡賣 對不對 他是我的師姐 那這個黃立行 這個頭髮 不管你怎麼樣都很有型 黃立行 這個是我的師兄 然後跟他們人到處在學校巡演 每一眼一場就可以賺一千五百塊 當然他四首歌就可以賺二十萬 但是在我們學生時代一千五已經很好啦 唱兩首歌一千五我也覺得很好 好 大家相信嗎 我唱一下 我唱一下不然你頂著歌嗎 不要這樣 我唱歌是在賭錢 你十塊沒賭錢 我這台不賭 你是在 當作我想像這樣 我在你去夜市以後投十塊錢 才拿麥克風才能拿出來嘛 你去夜市以後 你去夜觀光去不是很多是怎麼 好我們來唱一首就好 你是我的眼 在我領略了四季的變換 因為你是我的眼 讓我看見 提打麥克 就在我眼前 謝謝這個 哎呀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大家聽歌都不認真聽 那因為我唱得真的是唱得太好了 那就是 剛剛這樣不值得下這樣結論嗎 那但是呢 因為我要創業 所以後來我還是沒有選擇留在高雄發展 因為當時簽約的時候 我是在高雄多大學 那他叫我去 當了這個 寶波DJ 就是在 大家好 這是915.7 什麼話 那是那種沒有 我覺得不行 因為那個薪水不叫地樣 那我一直在想 這跟我的人生 想做的 不是我不只是想要溫飽 我不只是求一個人的生活 我想要做個大東西 我想要把 我的好朋友一起帶進來做 這不是我要的 是我放棄了這台語言 放棄了之後呢 我媽就一聽到 看我這樣子昏昏噩噩 然後薪資也沒有進來 錢也沒有進來 三年沒有賺錢 一年沒有賺錢 大家就還沒有什麼 創業沒有 第二年 沒有賺錢 但是中秋節還是要過 母親節 還是要過 過年的時候 親朋好友 一問 你在做什麼 還在做那個 還在做那個 就做那個 第三年 哇不得了 大家都聽你擔心 你不要再搞那個的好不好 剛才就說那個這樣子 我媽就說 你不要再不要搞了 我跟你說 你大舅舅那邊有工作 大舅舅就說 你拿給你來 你去應徵一下 然後我就說 好 早上六點要去大樓報導 六點 什麼工作 要六點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年輕人都在 做一行愛一行 沒關係 六點 轉實在大樓面前抱 欸 阿姨 阿姨 來來來 裡面換衣 換衣 你看到沒有 三年我沒有買過衣服的人 難得能賺一套制服 太開心了 哇 阿姨啊 還有制服堂簽喔 有制度的好公司啊 馬上來換 馬上來換 門打開 中心保全 媽你叫我來做保全 媽你叫我來做保全 你頭壞了 你這 當中我真的沒辦法了 我什麼都沒辦法了 有辦法了 我不是做保全不好 是我在24歲25歲 我做保全啊 把我一堆小鮮肉 放在那幾台 整個大樓住戶的 婦女們同胞是騷動的 那是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大家一流拉筆 找那些人在開港 欸 阿你怎麼在這裡做這個啊 你想到我拐棍 沒有啦阿姨 我真正的喔 你怎麼這樣 我怎麼怎麼這樣 我 我也是給我來做這個啊 你媽幫你放手 看喔 沒有啦 做二修二 我想想做一碗不錯 一天1200 哎唷還不錯喔 一周領現金的 你怎麼好私家何壇喔 好啊 這樣吧 就做啦 我就做警衛 所以警衛我最開心就是這個 2點多下這個是黑色的到 belki上走遍 最喜歡的是下午2點10 因為我可以摆脫 那些popo媽媽 可以聽到 我最喜歡聽到的聲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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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終於看到外人來了 運我幾位都要跟誰聊天 啦啦啦啦啦啦啦 拉拉拉啦啦啦 cultivimet 我跟你講大家 勞動者 最希望大家跟他什麼 什麼謝忻 對不對 他在那邊 吊在那邊幫你倒垃圾 他也很累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我太知道這樣的心情了 因為我送木炭的人 見到辛苦喔 我知道 哪有哪有哪有哪 哪有哪有哪有哪 我要木送你 還這麼笑 他說 樹苗是我木送你 我送你離開 然後就在那邊弄 他就按那個垃圾車 咖啡喔 噓噓噴出來 所以我跟你說 有禮貌是好 但該閃的時候要閃 大家不要開玩笑 這個我吃過好幾吃虧 是真的吃過 作惡休惡我想說沒關係 這兩天做了 我還是可以看點書 看書充實自己 第三天創業 第四天創業 第五天再看書 好啊 這次根本就是一天為我剩工作 鼓勵大家創業者 第一個工作就去找幾位這樣工作 結果就拿了我們的書出來 你看 欸 欸 欸 是什麼事 大哥有需要什麼幫忙嗎 要移車是嗎 沒有 你不能看書 你要看人 原來你要看人 那我不能看書 欸 你不能看書 書 改了 完蛋了 我的人生從此變得灰暗了 我就感覺到我的蠟燭一直在燒 一直在燒 因為我只能看掉 而且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等了 等了 我還有東西可以看 我還有電視啊 對不對 警衛大哥一定有電視可以看 我有一台黑人靠在那裡 不要怕 不要怕 遙控器 那七人 一 蛤 分切十六格的監視器 我沒有消息啊 當時最可怕的是 跟世界斷絕的關係 我就每天只能在那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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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就每天這樣子 但是我們一樣有元氣對不對 我們做一行 愛一行 對吧 但是這個考虧也不會做 不可以 因為整個燃燒了我生命 我就不行了 然後郭郭媽媽一直騷擾我 讓我們不自在 那後來呢 三年 你知道 三年這都算失業 這畢竟就算三年失業 老委會了免時代 為了刺激就業率 他推行了一個政策 叫做失業多元就業補助方案 我就失業三年的人可以去申請 我就去給他申請 我去申請的時候 前面都是排阿姨 阿伯 叔叔阿姨 那個老一點的 有的是比較不舒服的 比較沒方便 那我站在他後面 這好爽好腳 叫我媽你知道 你這個年輕人 你沒去找頭路 你就贏了這個 阿姨 我有去 我有啦 我在創業 阿姨 你別說那啦 就是類似這樣 又更慘 人生到這種絕境 你知道嗎 參加同學回家說 你在做什麼 我在你失業補助金 如來如唱 失業補助金 他說 我給你一個月一萬七千四百塊錢 但是你要到社區去服務 你變成公家人員 唉唷 我變公務機關人員喔 阿你真好我變公子阿 你急事補助你 讓你到烏口老街去到來 烏口老街是一條三百公尺的老街 那很少辦公課 那通常會去逛老街的人 就是要去探訪歷史 但是自從我加入之後 他們發現烏口老街不只有歷史 還有很多笑話可以聽 所以很多人紛紛來報 烏口老街的參訪 就是為了要點禮 我沒那個大口的喔 你怎麼跟那個大口人出來講喔 我沒聽你們講的 然後短短的三百公尺老街呢 我可以講三個小時 要命大家走兩步 來看這邊 唉唷 這麼多久 看起來這麼多久 這麼多久 三百公尺走不完 那這個烏口老街也歡迎大家來 來看看 那我就在這個烏口老街這樣的工作呢 我做工作早上把它做掃接啊 拜訪什麼就是打地勤工作 我下午就開始用網路創業 因為我用網路創業 我就不會人也還在公司啊 我就在網路上寫部落格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Facebook 我就用部落格當作 唯一的比較互動的一個平台這樣子 那那個正門我是真的喔 所以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個 我是真的有得講喔 換了老婆 這是我嗎 人都有年輕的時候 好 這是剛創業的時候在教堂拍的那個照片 那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些都是我同學 我有一個同學很特別 每天晚上一兩點他都會偷偷爬起來 奇怪 這個男生都把電腦打開 然後偷偷管電腦 你知道嗎 就在這個時候 我非常的恐懼 因為我完全睡少女的人 不敢往下看他到底在看什麼 因為我怕看了之後我會衰死人 但是那一天非常鼓起勇氣的 往下一看 欸不對喔 有點打字 你不是帶某顏 然後我就下來了 你在幹嘛 他說我在建網站 他在練習建C++的這個寫這個網頁 他在寫了一個語法練習 我說唉唷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 很有趣 就是這個綠色衣服這一個頭巾 他這個天才 他後來只花三個月的時間 他考零考的時候 就把維基金考得滿分 他幫我建了一個網站 我們一年的那個網站 一年可以做到一千多萬的頁 就是他做的 那從建構到購物車系統 全部都他一個人寫 到現在還是在我們公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幹部 所以呢 大家身邊呢 如果有一些比較宅的同學 或宅的朋友 不要唾棄他 不要愛他 憐憫他 做他的好朋友 好不好 有的那個特別喜歡暗暗的角落 有的喜歡就是一台電腦 滑手機不理人 你要怪他 他也許正在創造上億的價值呢 我們要努力他 拜拜他 告訴他 We are friends We are family 不要告訴他這樣 讓他知道你是他同學 就是這樣的天才 其他同學不喜歡他 他是一個宅宅的 就是人緣沒有很好 那這是我大概25歲的時候 去參展市貿展的樣子 所有的商品不會是一處可擊 不會是馬上就是那個樣子 他不會是馬上就是 我要全部到位 然後我再來上架 再來創業 不會是這麼順利 那這個是我們最粗的樣子 就是一些清潔用品 那事實上賣最好的商品是這一個 5公升的洗衣精 因為大家市場在那2.4公升 3.2公升太弱了 我直接打破市場的那個 既有利用 5公升的洗衣精 你知道賣多好啊 嚇嚇叫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 洗衣機這麼高 對不對 媽媽把5公升好不容易抬起來了 打開蓋子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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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我已經去賣這樣的東西 很可惜 但是我良心過於不去 因為媽媽的手太痠了 我就不做這樣的東西 後來我就把它濃縮了 但是不管 創意就是這樣 慢慢的步一步來 只要走了就在路上 正面思考是創業中最重要的一個 思維跟價值 這個是The Secret 有人看過這本書嗎 秘密有看了一下舉手好不好 沒有看了要趕快去看 有看了以後才有演講 沒有看了就只能聽連講 那當時我因為工作很忙 我已經不想看書了 我看了很多書了對不對 你也知道我這麼愛看書 他說當業務要知道的24件事 第一次推銷就上手 然後你要賺一千萬 就要知道的12件不可告人的祕密 你知道嗎 這種書大家有買 有買齁 趕快把那些書丟掉 我丟了 然後朋友到你家 你都讀什麼書啊 怎麼都是這麼心機的書啊 我那一天我的一個朋友跟我說 誒這本書推薦給你要看 沒有時間 我一大堆書都看不完 商科書都看不完 清華一堆paper看不完 不是你看一下 我沒時間啊 24個投獎得主都有看耶 24位熱透彩得主都說他們有看這本書 那介紹到這邊應該很夠心力 其他不講 看那本書之後我人生就改觀了 那本書真的是很棒 我每次看那本書邊看邊笑 他有意思 他說你想什麼你就得到什麼 那我在想說 然後我的皮包可不可以多一百塊 沒有 我皮包沒有多一百塊 我說你會 你要相信 你不要有理 然後你要每天練習 你先從什麼練習呢 先從練習 有一個車位開始 我現在要去台北科技大學演講 我知道有個車位已經在等我 一定有車位 而且剛好離開 Yes 然後你開過去 你看怎麼都停嘛 不對不對 一定在下一個轉角 欸還是沒有 不對 剛剛那個在後面已經走掉 趕快弄回去 有沒有夠正面 有沒有夠正面 好 然後 欸怎麼都抱回去 還是沒有 沒關係 我等一下 快要 快 我的腦筋告訴你 就是那兩台 嗯 開床了吧 看吧 啊 好不好 正面思考會讓你持續在不安定的情況下 保持的是正面那本的思考 你當然可以說的是北七 但是我跟你講 讓你人生更快樂 何不做個北七 好不好 難道你要在那邊 喔 為什麼沒有車位 我要倒這些蛋白雞 好 創新的思維 高恐怕 我改變了一個傳產的一個新的 就是 過去你們有在網路上買過木炭嗎 我賭沒有對不對 好 沒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是網路上賣木炭賣最多的 我創到國稅局來插了個數 對 對 這樣夠多了 對 我問國稅局 這麼多家大家 你為什麼不去查他們呢 他給我說了 讓我一個哭笑的答案 因為你們是最具代表性的啊 他怎麼會查啊 神經病了 就一天到晚就寫黑頭 幾月幾號我買了一箱 我開了什麼發票 就這樣 我現在要再查 搞了三個月 我們快七十塊五倍十 有一天那這個 因為我把木炭一收了之後 我就做了很傳統的 因為我洗抱劑 有一天我接到一個人的電話 他說我叫廖媽 你叫廖媽就好了 廖小姐媽 叫我廖媽 廖小姐那我廖媽 因為他叫我叫你媽就對了 我真的沒看到這種人 OK 廖媽 你到底想怎麼樣 他說我是疾管局出身的 我過去做疫苗 然後我過去對醫學材料 這些元素非常清楚 非常熟悉 木初衣是什麼 他開始講 你知道木初衣裡面 有一個治療癌症的標靶治療 藥物叫做康權嗎 木初衣裡面也有 我們都傻的 欸這個我在日本Payway有看過 可是我 我不是化工的 我不懂 他說我可以幫你 他說我懂 木初衣 我才發現他真的比我還懂 他真的還是目做達人 他說我幫你研發 而且我不收你一塊錢 你把錢都給我 我做你的RV 為什麼 因為他剛經歷過SARS 他被關在裡面 他沒有死他出來 第一件事 他發現疫苗沒有辦法 他要解決病毒 那什麼東西可以解決病毒 就是素衣 因為素衣 一千年有活過 他一定有經歷過病毒的施改 所以他去查樹木 快木金有牛樟之 靈之 然後找到木初衣 木初衣找到 有人在戶口老街賣沐浴乳 怎麼這個東西 怎麼會是賣沐浴乳呢 這東西是藥的東西 這是殺菌的東西 怎麼會是這樣 這麼簡單呢 還慘 木初衣對異味性皮膚炎 對濕疹 對肝癌 都有幫助 你拿來賣沐浴乳 這不是這樣洗一洗 沖掉的東西 拿來賣洗碗巾 洗衣巾 然後再讓那個媽媽在 你很開心 不是這麼粗淺的 他告訴我很多 畢生的力量幫助 他幫我們把腸底改了好多 我們得到很多的洗髮性認證 然後很多消費者認同 然後右下角洗衣精 也變成按壓式 這個洗衣精呢 大家知道我們通常 你今天洗衣服 你會到幾瓶蓋 如果一半的話 你會到幾瓶蓋 一半的話 一瓶蓋 一瓶蓋對不對 你太太這時候拿去 老公,我的臭袋子丟在去 你會再加多少 不會 不會再加了 沒有人應該這樣 那我們顛倒會這樣 太太,有先生的 舉個手好不好 有先生的舉個手 那你通常洗衣服的時候 去半的時候 你會多加幾瓶蓋 半瓶蓋對不對 然後新生這時候 把她臭內褲跟襪子 同時丟下去 你會戴加熱帳 襪子會有點臭 太棒了 真聰明的 襪子跟內蠟分開洗 好有Sense喔 你去問問李先生是不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盲點 女性的盲點跟男性盲點 但是他最重要的問題是 到底是半瓶蓋還是一瓶蓋 瓶感覺 今天小朋友有打球 流汗的衣服很臭 你也加半瓶蓋嗎 量是一樣的 不行 所以我們要做到他最臭的 而且我們做到他的重量數 所以當五分滿的時候 我們就壓一下 爸爸也可以做 孩子也可以做 不用這樣子喔 你去看你的小朋友喔 我在丟完之後 小朋友說加半瓶蓋 然後媽媽的臭袋子丟進去 嗯 幹嘛丟那個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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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拼三公斤五公斤 你應該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八十水 那是加正酬雞 好不好 Costco有一個Perseille 德國百年品牌 我跟你說也套水 你不要給我百年品牌 還是百年來都套水好不好 不是說百年就不會套水 那是一個正常的添加劑過程 只是我們把那水去流 水不是壞東西 那就是流動性 分解性壞、溶解性壞 這個是我做了洗淨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市場這麼多 那幹嘛加水?我不要水啊 不行喔 政府法對說16%的起泡劑是最多的 如果用起泡劑過量 你排到大河去 你又污染到魚啦對不對 那要加水嘛 然後就加市場就怎麼出門這樣 只有4%的起泡劑 叫做洗濟精 夠兩年再溶縮兩倍叫做6% 溶縮十幾倍 那就加了4% 智商可以許可到16% 大家現在只加到4% 泰智那些都有一樣 所以開始改 智商都已經開始改 這是防溫轉 所以這創業的過程中就是這樣 即使剛剛講了 很多人就覺得說 不是很看好 不是很 你要相信 你要正面試試看 你要相信 你怎麼知道哪一天 不會有個廖媽出現在你生意 對不對 真的到現在都沒有公司心 那但是我這麼年輕創業 我還需要一個人 就是業力 要幫我做廣告選項 因為我沒有廣告 我沒有能力去買廣告 結果這個人竟然出現在我的生命裡 我小時候是一個非常喜歡打棒球的人 我一直夢想我可以成為棒球選手 結果我爸就說 那你不能當半隻 蛤 哈哈 那我喜歡看歷史三國字啊 那不能當半隻 蛤 所以我就沒有成為歷史學家 沒有成為偉大的棒球員 我永遠想不到我竟然跟棒球選手 或是在我做清潔用品之後 也遇得到 我在讀清華大學的時候呢 我遇到了一個人 那是我清華大學的球隊的這個教練 他叫林坤翰先生 他以前是山山湖隊的游擊手 也是跟郭里建復先生 當他們拿下台灣第一面的銀牌的奧運選手 那我把我木齋玉送給他用 他覺得非常好用 非常棒 他就說 哎 我介紹幾個 我的很好的那個子弟兵 來買這個東西來用 好不好 我說好啊 怎麼做好 所以林志盛就到我家來 我都快嚇死了 哎呀 志盛啊 那個你桃園那邊 辣明哥練完球 你就來湖口這邊一趟 教練 哎對對對 就這邊 好好好 等一下來 教練 叫他說誰 林志盛啊 林志盛不認識啊 嗯 當然認識啊 打掃環境啊 弟兄們 因為那個大文靈心要 然後當然對我們男生這樣很嗨 後來他跟我說 哎 王健林 剛好那個寒假的時候 過年之後 我又回來 教那個Nike的棒球員 你要不然拿東西給他試試看看 哇 好啊 好啊 一年就只有碰我們之後 然後就拿了給王健林用 王健林用得很開心 買了一大堆到 坎薩斯皇家隊 現在也正在用啊 對 然後這個 楊帶剛從日本回來 也拿了一些回去用 那兄弟隊的彭正銘 也用了這個木齋玉的東西 他們覺得洗衣服起來好香啊 好棒啊 也被人在網路上幫我帶你 教練說來 用我的Logo 用我的肖像 不用錢 我就把他做了 我的洗衣精的那個廣告文學 他說哎 我跟你講 我在介紹一個我的同事給你認識 就是郭里建復先生 他說這是你的同事啊 這是國家隊的總教練 21U拿到金牌的國家隊的總教練 這個是我們叫中華藝術球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 墨浴魯跟洗衣精的東西 他們已經是確定就是要報名 都沒有錢跟代理 林志聖也是無常代理 那除了剛才會代理之外 我還希望很多的媒體曝光 這一些一大串的新聞媒體 當然都是很知名的新聞媒體 那我都沒有花到一塊錢 就叫這些媒體曝光 那這是我第一次上新聞 我有興奮 很開心 然後接受財寶 超越我一間熱情撒進一個夢想 然後最恨的就是他 不是打錯了我的名字 打錯了我的那個商標的名字 我是脈目注意的 但是他是注意達人 然後他有還幫我的同業sell一下 我的同業當時賣得非常好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第一次上新聞之後 我就發現 大家一定要跟記者朋友講清楚 你到底是賣什麼的 好 清晨機身達到穿原意 穿得奇跡 打到地獄 啊 你看不夠老街太有意思了 不夠老街我導覽到非常出名 導覽到蘋果日報來採訪 這個完全跟目處是不關的 這前面拿著籠筒那個就是我 不夠老街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你哪一條老街可以拍到全景 他沒有可能你知道嗎 非常歡迎大家有相機愛攝影的同好 來到富富老街 隨時隨便有全景給你買 你去三峽有辦法拍到這樣嗎 你去淡水有辦法拍到這樣嗎 不可能對不對 湖口老街給你完美的老街 好 你看這個我已經做關懷生物 我們同時在做營運的時候 一樣同樣捐錢 因為這是本質 這是我們的核心 到現在我們都捐 一個月大概可以捐到一萬多塊 多多一年12萬 我們8年加快100多萬 就是這樣 這就是利益 不能改變什麼 沒關係 一去累積 我要對得起自己的人 對得起自己的認證 好 為了國家認證 當然現在國家認證都換你了 好 致富不得 他告訴我致富了 我說要學啊 那時候會被國稅局查詐 結果我上了之後 發現也沒什麼事發生 中式台灣偵報 然後蘋果就知道 這個版面大概是120萬的價值 我曾經也是在九段看到 阿元肥皂的創辦人 阿元先生的這邊的採訪 也是同樣這個版面 這個位置 然後全服的 我就在那個報紙前面看到 啊 如果有一天我受採訪 有站到這個版面 我一定賣到翻掉了 我人生一定很不一樣 結果在2013年接受採訪之後 我很興奮 格林報紙出來 一個禮拜過去 我人生也沒有變 所以大家盡管不要有什麼幻想 就是大概就是那一兩天比較好一點 但是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很大的那種連續性效率 因為現在的資訊太多了 2005的阿元肥皂 跟現在阿元肥皂來做 都不可能這樣子 好 這是雜誌轉檔 這是比賽第一名才拿到的 好 離譜以腳印 這是我媽媽的笑容 這個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我媽終於很高興 我現在去年開始用我的洗衣巾了 媽 我洗衣巾賣很多年了 欸 你這三個就好用的 媽 你虛尾嗎 那我已經賣好多年了 你都不幫我試 哎呀 我在新奇洗衣粉 都這麼多了 我才叫氣死我 她是我最重要的使用者 因為我的是清潔媽媽的東西 對不對 結果她都不幫我用啊 她頭很痛死了 我媽就是一直煮 她沒有加倍 加倍 對 她就是一直要我去找工作 你知道嗎 她就是一個這樣很公追的媽媽 那這個是客家電視台的地方找 那你在做對的事情 當然你身邊對的人 會開始慢慢出現 你看2013你看人都可以增加 2015年一看 老街還是牛奶 誰是可以霸占整條道 對 歡迎大家來霸占老街 一定有 不用快閃 慢慢轉就好 隨時都可以 那團隊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多人 那這一位是重複幫離職 她年薪是破百萬 然後我們這邊一個月 兩萬七千塊開始做 跟她老婆道歉 她說我們真的是傳產公司 沒有把相機 我們也這麼轟轟烈烈的嗎 老婆說沒有關係啦 沒有 學長你幹嘛跟我道歉 我真的很對不起 可能對你的生活 會造成很大不一樣的概念 不會啦 趙凡在這邊很開心呢 他也很開心 他真的太自私了 真的對不起 男孩子老 總是有些創業不好 是是是 我一定會督促他 我這心思會儘快調整 儘快調整 這個現在大家都做得不錯了 我們不知道創業是做木炭 我們搞一邊木出一個人 我來跟大家講 木炭到底怎麼樣 我木炭先把他更名剩發火力炭 剩發出我的老名字 那當然 火力炭是什麼意思 火力炭就是我們送木炭到店家說 OK 來啊 火力炭 火力炭又來了 火力炭又來了 不可以車進來來幫木炭 因為他們做店家的 賣香腸 賣魷魚 賣烤玉米 火力炭很出品 很熱鬧 也很活力啊 就很開心 然後我用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全台灣有七家的貿易商 大了我們公司的規模 好幾倍 我根本聽不到你 那我在想說我要怎麼讓那種規模 在網路上看起來很大 我想到一個方法 有沒有在座的各位是家裡是住一樓的 你告訴你一樓的 一樓賽 一樓有嗎 不管這裡來哪裡都可以 有嗎 那你家一樓外面有沒有臨馬路 有嗎 摩托車 汽車都進得來嗎 可以 那能不能讓我放五箱木炭到你家去 不用錢的 他會幫你廚師 可以嗎 五箱木炭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一個人的高度那樣可以 可以啦 然後呢 我會在網路上打 你是我的據點 然後摩托車他騎過來的時候 這不是雷雞嗎 然後你要趕快出來 這裡啦這裡啦 一箱一箱 你要跟他說六百四十五塊錢 但是你只要匯給我五百塊錢 那你賺一百四十五塊錢 五箱都賣完 你一次匯兩千五給我 然後我再寄五箱給你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然後我在瞬間呢 在台灣有五十個據點 大家沒可能就奇怪 你在台北火車站附近也有據點 然後 同意就說 這小年在跑到派銘 可能有在那一斤借多少錢 借多少錢去開直營店 這小年運四億 我沒有借錢 而且我把我本來的庫存 全部轉移到五十個據點 而且我的風險等於都佔了五十個據點 有沒有要天才 拍手一下 這樣 我都卸了中好的對不對 我都卸了中好的點子 都沒有爛了對不對 大家回去好好理問一下 那但是要先看誰先喔 他現在我先 是你聽到他的先啊 三年前你聽到我 你就會說我先啊 對不對 商業周刊就來財寶我 然後我都賣好的碳 然後都非常好 當然是大潤發城市綠洲 後來要上網查 哪一家公司最具規模 竟然我們家最具規模 大潤發就跟我們合作了 城市綠洲也跟我們合作了 唯一採用我們家的碳 但是其實我們家的規模 是七家貿易商最小 其他在台北板橋三重 台中高雄大樹這些大堆 都老了都五十年以上 好拚掉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沒辦法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打抗的魅力 打淨大堆的魅力 沒有網路賣 就還是要連搭一下今天的主題 是這樣好不好 然後得到獎項 請大家都去 然後我特別請我媽媽到現場 我說媽媽 今天這個我拿MVP經營的 這個獎要獻給你 也是我創業最初的動力 因為我就是希望你照顧你 然後把木炭發炎的光彈 然後我媽說 好啊好啊 怎麼會起來 然後要合照 合照我媽躲到最強 因為我其實她出現了 她在這裡 所以我還是會把她放在 我們MVP的獎場上面 這就是我媽媽 很可愛的媽媽 一個若贏若離 若贏若現的媽媽 做對的事情 全世界都會 都會助很多人 抱怨 這個是我講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做品牌也好 你要做跨國情侶也好 那跨國我講更有趣 我把這故事講完之後 就有一個四川大學的教授 兩次大學教授 聽完語講就來找我 因為我本身對大陸是很恐懼的 尤其你也知道 我們這一代人 對大陸是很害怕的 總是會抱有去無回 去的是人 回來的是屍體 啊沒有啊 很嚇到那樣 就在大陸的這個腰奶 可是這兩個人窮追不捨 一直打架給人 我就去了解 然後現場看 27歲可以當上教授 你真的我不是天才是什麼 我就跟他對話 我講頭他講尾 他講尾我講頭 竟然能夠這麼match 我說那你要帶領我東西 沒有問題 他說我不是要帶領 我要跟你籌組公司 我說我沒有辦法籌組公司 我有三個做 第一個我不借錢代表 從創業開始到現在這樣 第二個我不鼓掌 我不能跟人家互動 第三個我不賣輕人 這三件事情 所以要成為我親戚的 就可以用免費的木桌的產品 但是我已經結婚了 跟在場大家抱歉一下 大家都要用錢拿我們工作 好嗎 不好意思 讓我們放一趟 然後這 這樣子我不能鼓動 他說好 沒有關係 公司你獨資 我說好 我獨資 他說我幫你打工 他們打工就是那個意思 他說好 所以現在我在大陸有七個成員 然後 他們現在已經 領售已經 已經平衡 已經超越了 然後公司是我們獨資 完全互動一隊伍的 所以他們就繞錢 錢都會好是同一個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最大問題是 要怎麼把錢匯回台灣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有啦 還是有很多方法 只是說 錢都是讓我們完全控制的 然後出貨 生產工廠都在台灣 我還是保留住台灣的最重要 就讓一些威脅技術 所以大家放心 我們還是要把這樣的好東西 回到台灣 而且最重要的 跨境電商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讓全世界人看到網址 看到網路 買 從台灣網記出去 也就是說我們在台灣 可以做世界的生意 這是最重要的目標 但是你還是必須讓他們 用陸軍的方式先去打 對不對 你空軍可以先去撒一些資訊 然後慢慢你在空軍中 佈滿你的網站 就像你的蜘蛛式一樣 然後當他們一上網 一查都是你的東西 我在台灣呢 除了我自己的官方網站之外 有全台灣14個平台 包括MOMO PCR上面就是雅虎 然後跟那個 你想要像蝦皮這些 目標答案都在上面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我要防禦 跟攻擊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不上 那仿冒的目標上怎麼辦 我要防禦啊 所以我要把這個網資的滿滿 所以如果你現在已經有品牌 有商品 有一個不錯的規模了 你不要想說 我就官網經營得好好的 我就這個平台經營得好好的 OK 你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其他品牌放掉了 其他品牌要不要賣這些東西 他還是要 他約你你不來 那他怎麼辦 找別人 要找別人啊 那沒有辦法 所以MOMO一天到晚找我 要不要上電視購物 我說不要 我不注重你 我不要賣9瓶送2瓶 今天陳總又加2瓶 你笑我我從這樣 買一線 買一線老個人打專家 沒有 絕對不准這些事 我就不答應他你知道 他找了 他買了大陸的牧初衣 來台灣的化工廠 做了一瓶牧初衣洗衣機 我這電視線一直看到 MOMO真的瘋了 牧初衣洗衣機 然後我打票過去 他直接問我說 欸 我跟你講 我這一檔做了四十幾萬 沒有啦 你們不做沒關係啊 我說我們就自己想辦法 因為柯萊是需要嘛 啊 我們反正沒有商標 為什麼沒有LOGO啊 我就寫牧初衣 不是牧座 那醋上面醋這樣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高檔 沒有辦法LOVE啦 說好 我跟你合作 OK 好 那我們就不做啦 可以把他上車了 他只做一次 你覺得這個行為是什麼樣 逼你就犯 對不對 無恥 逼你 但賣得還不錯 所以我還是蠻輕鬆的 那這種事就是要被人家逼一下在做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 你有的工有的是要防 沒有辦法 這就是個商場 就是這樣子 那重點就是說 不管是跨境電商的也好 你要先做對的事情 但吸引來的也是對的 如果你積極於利 你吸引來的都是那種 我的故事就是從3960塊到3000塊的故事 那當年我那時候 我隨時會把存款不放在我身上 不是因為錢太多要保護 是因為錢太少要知道 到底還有多少可以 這樣 是不是3萬大千 高霸打掌控 3萬6千960塊 我就聽了PC用商店接著開店所有民會 下午要再去進行Yahoo開店所有民會 我先聽PC用 PC用說 現在一定要加入 3萬3終身一次費用 不要再假喔 3萬3 欸我3萬6可以欸 不要假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同學說不用 我三個同學 我們四個創 四個一起 我們兩個會說 欸我們下午還有Yahoo 你要聽欸 沒有聽說Yahoo 雖然要5萬多塊開店費 他還要5萬多塊 沒錢 沒有5萬多塊 現在你沒錢 沒辦法 我們就3萬3 叫PC用商品金 那但是到後來我才發現 你的商品的屬性跟品牌是有相連的 賣吃的你可能要去熱天 賣用的你可能新鮮流行的 你要去Yahoo 那如果賣家用類的 你走PC用是對的 所以當時如果我先去投Yahoo 我可能會把那個玩具燒掉 然後引起問題 但是現在我才知道這個事情 大家知道的不慢 其中的商道 你說你要做任何商品 不要用法律當作你最任何底線 你要用道德當你的底線 不是0.01的萊克多巴埃可以添加 是一都不能添加 一點都不能添加 因為是道德的問題 跟法律何許可含量 不要用這個 你的消費者也會用法律來對付你 他會再去找更多美國的不行啊 德國的不行啊 你要講法我就跟你講法 但你用道德 你知道什麼才是最後的底線 所以如果你犯錯了 你想要翻身 你想要轉身 都沒辦法 賣牛奶的現在就你知道了 賣牛的也很清楚 現在那個大爛蛋也不知道會變好蛋 也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一樣 你在做的時候 司機開始要搞定 用道德來規範 不要用法律 我法律法律規定可以怎麼樣 那我吵不過你 那沒有辦法 但是那會怎麼說 來 大家要抄的就趕快抄 這個是我們的business model 這個如果你的商業模式呢 你覺得目作達人的商業模式 如果還不錯 它是善待客人 然後回饋社會的一個business model 這個就是我們的模式 那我們所有的商品 因為在電子商務上 它沒有試用品 沒有試文的 沒有試吃吃喝試摸的 所以它必須非常仰賴 這種高品質低代價的體驗品 那這種體驗品就是 我的是有價的賣 你們去世貿展隨便繞一圈 拿到一堆試用品 你們抽屜應該有一些吧 你會用嗎 但是如果這樣你用買的 你可能就會用 因為你有付出 所以我所有試用品都要買 那買了之後 我給它一張48塊的成品券 這個48塊的成品券 那他可能買了48塊錢 他下次買東西可以折48塊 所以他還賺30塊錢 然後會吸引一些陌生客人來買東西 那我的試用品要做得很好 很好用 很好使用 然後量也夠多 我創造他很滿意 不錯 我來買正式商品看看 買了正式商品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這張體驗就用掉 而這樣的人 總共有44% 這個是我在清華大學 你們就出來的 我就跟我教授說 我這可不得那麼累而講 他說 你可能有困難 你可能不要那麼認真回答我 謝謝你 教授老師 我跟一個教授Challenge這個媽媽 她沒有回憶 他說不只可以 再找了一個 教了20年的商管教授 兩個人在跟我大小生 我們兩個大小生 再找一個 每次都在上那個Hopper Business的 商業中刊的 三個現在是清大的所長 西學會那個所長 三人講說 我成功沒有什麼疑問了 這個模式可以啦 經過其考驗 沒有透過很多的狀態 而這個模式是 如果你只要創業的話 你可以思考一下 它裡面最大的特色是 沒有投資廣告 這裡面所有的model 是沒有一個地方讓你去買廣告 你不用買Facebook的廣告 你不用買Google的關鍵資廣告 都沒有 但是它一樣可以做到3000萬的利益 就是這樣 那再繼續講 當你這樣買真商品之後呢 它開始慢慢有其中程度 你要設定一個VIP的制度 讓它還想加入VIP 然後以至於它會不斷的購買 裡面VIP之後 它覺得你這東西好棒 不分享不行 口碑它就傳遞出去 這個傳遞就是真正的廣告消息 我們是累積在這邊 然後讓其他的陌生客潛在的 觀望的這時候才 透過你的展收會也好 或者是到網路上去買你的試用品 那這個時候因為它的信賴度不高 所以你要推去一個信賴方案 365天推廣過 24小時客服 365天推廣過 就是現在15天借賞期 30天借賞期 我把它取消率30百65天 就是你 懂得意思嗎 你用到第333天 剩下一點點好難用 現金要推給人家 不要亂說 就是這樣 這種公司的規定 然後當然開店直接買正式商品 覺得這個人口碑講的真的很棒 直接買這個商品 這邊到這邊有沒有疑問 客服 今天客服賣客服電話 24小時 所以叫他打給你要接 有人大一般一般下班 你不會給我幹什麼東西 不是我結婚了嗎 不是他藏品的事情就這樣 就覺得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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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認真有兩個錢 認真就失了 你沒有招單 就是你是你用的正式產品 對的小莫術的 對可能3克8克6克 然後運費客人就包 沒有全部包了 他19塊錢就連運費都擠得 對 你就算清楚就對了 你到底你那個要80塊 你就80塊 你一個CAKE如果380 你80塊小CAKE 你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要再給他一個 違規機制 200塊有什麼扣券 或是500塊有什麼扣券 然後他買的時候可以只能買 對 好啊 這邊還有沒有疑問 老師請問一下 那體驗 那體驗 結果貴客人 結果我們都在用 這個 哦 他們單價的設定是這樣 體驗的單價一定 如果你買10個 會比你買正式商品還貴一點 對不對 假如說你買10個 體驗平衡是80塊 但是正式商品才79 他有兌換券的話 他有兌換券 但是兌換券 只能用一個商品 所以他就會變成 買那個79塊 然後用48折體券 他才花30幾塊而已 對不對 還換多少 31塊而已 對 而且你知道他還是要付79塊 我怎麼做 他打開箱子的時候發現 哎呦 怎麼會有零錢袋啊 裡面裝48塊 我是退現金 我不是退什麼基典紅利 你感覺不到 怎麼還有送這個 還有送這個 還有現金額 為什麼還有現金 你這什麼 哦我也用48 哦他們公司好酷哦 天性金耶 我媽媽就是要看現金嘛 對 媽媽看那個什麼點數幾點 38點 然後對扣現金 只能扣兩塊 38塊扣兩塊什麼道理 大家加油一定有這樣 哎 那個加油卡 全部抵掉啊 全部抵掉 幫你推兩塊哦 推兩塊 幫你幾萬點才推兩塊 我也不知道很鬆 那個感覺是不好的 但是目桌子是直率的 退你就退現金 OK 好賺到的錢 消費者他當然滿意度高了 急去提高客戴價 公益為貴 我們要做 員工福利要做 最後才實質收入 實質收入 你還是要投入新創的產品 再把這新品做出來之後呢 免費送給所有的VIP 這是我們的 要看你們要不要這樣做 就是你今天做一品這個 你就要一千塊的VIP 兩百塊成本 你不要一千塊 所以二十萬要出去 看你們要不要做 就像我們一直這樣做 好 另外就是這樣 好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應用的這些技術 所以我們是不是時間不夠了 對不對 我們時間到幾點 可以到五點是不是 對 好 我們等一下Q&A留十分鐘 然後我們就這樣互動 如果有Q&A就直接LINE 好嗎 那我們其實 這邊有個特別要講 就是運用的技術部分 現在有很多的LINE跟Facebook Instagram這些東西 你要透過不同的 透過這些社群 跟不同的人去互動 老客人你就用LINE好不好 但是新客人你只要用Facebook 那你代表你發文章的時候 Facebook通常發的是比較陌生的 新的客人看得懂的 你不要在那邊發那種 已經很久的文章的那一種 你不能突然發一張你老婆生產的畫面 跟喜悅同小介紹 你突然PO一張這個 是那家公司 不是 這個感覺不到 但是你在LINE上面發 就OK 那是老客人才會加你LINE 老客人要主動加 那個LINE不會是突然出現 所以你要開始注意 行銷的話 你就注意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每天通知老客人 第二個是怎麼跟陌生客溝通 就這兩件事 你把專注放這兩件事 而不是投放廣告怎樣有效化 買蘋果就是報的廣告 還是買Google 關鍵資源下 不要考慮這一點 把專注放在你的產品價值 跟真正的消費者使用的感受上 因為據統計一家公司或一家網站 高度活 就是高度運用的狀態下 只要一千位的使用者 那個公司就不會到 一千位 所以大家就往一千位去 一千位熟客去經營對不對 一千位到 不用做一萬個客人 你要做好一千個老客人 這是重點 所以你要讓所有老客人 所有的客人 知道他怎麼變成VIP 這是你的重點 你要設定一個VIP製作 因為VIP就是老客人 VIP損失一個 你的損失就大了 就不能這樣 不能去肉食掉這樣 那VIP 我們的實際操作也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他生日的那一天 我們生日歌準時送上 祝生日快樂 喂 你們哪位 我們是木座達人 噢謝謝老 我們就是全同志的人 會停下手邊工作一起唱對不對 第二個呢 生日禮 他可以任選一份工作達人 所有的清潔用品 其中一份有一個口號 那薪品上市的時候 免費會寄送一份給他 那這時候是免費的 那明年舉辦這個經驗會啊 互動遊戲啊 很酷耶 我們跟我們的VIP打躲屁球有沒有 一年只有那時候可以打客人啊 就是說我們做個一般這樣互動啊 躲屁球啊 跳繩啊 客人半島啊 然後桌遊啊 拍對方的手啊 嚇對方啊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會辦桌遊啊 腳踏車啊 辦電動 北中南都辦 看氣候 看市面市外這樣 非常high 那客製化 那就是要這些VIP 他想要怎樣的包裝能量 一定要完成他的那個夢想 那有一個客人呢 我有一點時間講 一些小故事好了 這客人他是我們的VIP 他一年消費金額五萬多塊 我知道他不是買給自己用 因為這個金額太高了 他一定有幫人家代購 或是買送人家這樣子 那他是一位造小姐 我覺得他這裡真的是很好 那我就想說我要怎麼樣 讓這個VIP 會覺得他真的是很VVIP 我就答應他說 大姐你 你有沒有對我的商品 哪一個產品最喜歡 我喜歡用你那個肥皂 我說肥皂 那你有沒有覺得肥皂 你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想像 他說我其實覺得肥皂 應該就是要炒的味道 很香的 愉悅的 然後有點樹木的 然後聞起來量量的 我說好 我繼續講 然後我就開始抄起來 然後過了一週的時間 待會我做出來大概等四個禮拜 因為肥皂都還要去脫了一些 我做了八顆肥皂 照他講的 我寄給他 然後接電話 我怎麼燒到你們借來的肥皂 我說 趙小姐 這八顆肥皂是我照你想像的訴說的 做出來 你現在幫我用看看 這幾天你給我一些回應 然後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肥皂上面 我呢 最後呢 我會挑出一顆好的 對不對 甚至八顆都不好 可能只有一顆OK 然後呢 我會在共同創辦人 共同研發人上面 會打上別的名字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打上匿名就可以了 然後這一年 這一顆肥皂賣出的經文的10% 我會捐給你指定的公益團體 哇 他聽完覺得 太賞壞了 我給他五千塊他不會開錢 我給他三兩千塊回饋 他沒有用 我會一起做一個產業 然後這個產業 今年賣的數量 我揭露給你提 如果有問題 捐出10% 你說要捐給誰 你就捐給誰 好酷 太榮幸了 所以我們也有一瓶奶瓶泡泡路 奶瓶清潔泡路 後面有一個共同研發人 那個是另外一個VIT 這個肥皂會沒有做成功 當我們再淘汰到第二次的時候 就剩下兩顆 我在打給他的時候 是他先這階 他先說你不要再打 他不在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就不在了 不要講了 就這樣 不要打了 謝謝 以後我要用我會在嗎 謝謝 很難過 感覺他聲音非常低的 低調 就是一種大型的狀態 哇 我希望很悶啊 我覺得很難過 這個問題就夭折在那裡 那今年我們做了一個快幕的目的 文化 長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我 我同學問我說 那要不要寄給他 因為他還是我的VIP 我說他裡面不在了 其實要註銷了 會不會用 而且他家裡已經半年沒有買東西了 我說好 對不對 整個都是他媽媽在訂 整個在訂 他媽媽的小店都很大 然後我說 我還是要記得他 然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 我說 我說 先生你好 我們是木舊達人 過去 趙太太很常買木舊 照顧你的家人 然後我相信很大部分 不是他在用 都是為了家人而買 我也相信他很愛這樣 那種味道 我希望你們也還記得這樣 味道 這次代 我代替他送給你們家 然後我說 希望這個東西 讓我們覺得比較開心這樣 接到呢 打電話過來說 啊 真的是 太客氣了 我說 我們也一起 都還記得這件事情 他說很謝謝你 然後我說也很謝謝你 他說 我還在訂東西 他說 訂多少有關係 對不對 對 做生意就是做這個 創意就是做這個 那個錢 不是差這個來 所以大家就是 會創意中間會有很多的故事 那你要不要去追 你要不要去做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當你發現這個證明 不是很OK的時候 當你搞 我指的是隨時狀態 不管是藍的地方 都一樣 無打擊都一樣 當你發現你旁邊的是 你看到事件上是很不公平的 OK啊 創業這一拔尺就在你手上啊 你要怎麼做你就來改變啊 這就是你的國家 這就是你的國度啊 你要怎麼設定它 你要不要送你一句話 你也可以像政府一樣 就把你自己cancer掉 那有什麼問題啊 那你是人啊 你就是不願意看到那些你才創業了 啊你的創業就做這樣的事情 那都是無謂的 我們既然創業 我們就要做一些地方 而且是很人感的 跟大家不一樣 也不是為了賺錢 就是想要探討 就是想做這個事情 OK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Line或Facebook 或是Listaphone 這些工具 當然您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去研究這個部分 然後以後有機會 不定我開課 還要直接講這個 但是這次沒有辦法 我的老二 我有三個孩子 對 然後我的老二就是男生 然後他說 他一直聽我的眼睛 他說老爸 他回去 好像十點以內 他揪心你知道嗎 老爸 大家是不是都不滿意做答案 他聽到哪一段 我是不曉得 他很想哭你知道嗎 我說沒事沒事 老爸已經沒事了 我們已經度過那個最辛苦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 現在很多人都愛 因為我們改變他們的生活 覺得洗起來很舒服 不會皮膚癢 你的廖媽 你的廖阿嬤 幫我做很多好東西 然後可以洗得很棒 那我說你也一樣 我去學校幫助同學 幫助老師 今天老師在畫 當然太辛苦 人家看到你很喜歡 不過我們這孩子 到底中效的是什麼 我們在選擇創業的時候 有時候是自己在做一件事情 但事實上他在影響 是整個家庭 你選擇創業 就代表你的先生 OK 你們的太太 可能不能給你家庭 你不能自私的說 我選擇創業 我自己決定了 我的人生 沒有 是你的家庭 你的生 你的整個家庭 都在跟你選擇 一樣這樣子上面 所以你要更多的愛 去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感謝給你的家人 你必須非常care 你不能說 我很自私的去做這件事情 音樂有的表現 這個就蠻虛的東西 但是總之要跟大家講的是 一定會有不好 你看08年 2008年那個 但是有藍色的人 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定有的 在我是在2005年就創業了 前三年是零 所以我更不用秀出來 因為不知道P什麼意思 2008年是這樣的 每個月齡業額 那時候是16000多塊 16000多塊 就都查得出來 然後到2015 那看得出來 500萬 我們在谷口的鐵皮工廠 你看鐵皮旺耶 也有很棒的道理鐵皮風景可以欣賞 對不對 只有住鐵皮的孩子 就不會 就不會成成就 這沒有一定嘛 所以後來推論出來 創業的人不要在車鋪 鐵皮屋 隔樓 茅草屋 土葛處 如果你在那個商辦大樓 就這麼 還有空調的 其實肯定不會成功 搬出來 就講了 大家不信 不信 什麼情況 什麼 好想睡 什麼多困 這些 好 2014年我從秋華大學畢業 我用四年時間做一個畢業 然後 大家一般等兩年都可以畢業 我還是等了四年 因為我修課沒有讓 他一到五都修 就是一個禮拜修兩次兩次這樣 那 我是A plus 成績畢業 但我的英文其實非常的糟糕 沒有 我是五專 比起高中的這個 脈絡英文他們是非常好 他們看那個 paper 都不用畫 然後dash線給我那邊查 我整本要查完 像字典 又是翻譯完 然後我倆看的 怎麼結論不太一樣 翻譯完之後答案都不太一樣 人真的非常不過如此 不過因為我從清華畢業 而且我從A plus 已經畢業 A加喔 4.25我可以申請三佛的那個 學校 你知道嗎 那我不可能 我一三十幾都不可能 我認識太慢了 我哪知道我才搞得太 對不對 對不對 A plus畢業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要出一本書 叫做 英文爛也可以從清華畢業 你知道嗎 我是太暢銷 我相信這一本書 一定會忘記 但是不要看笑啦 但是很認真 我非常認真 我那時候剛好孩子都還小 但我老三還那麼小 那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記得我的螢幕這樣打字 然後但是我說 我的畫面是這樣子 我的天旋地轉 然後這樣子 很恐怖喔 我打到那個眼睛度數 增加四百年 很恐怖喔 那個清華不要亂碰 他們讓你進去 但不見得讓你出來 好 那右下角 那是工營院的院長 石青泰院長 然後來到我店裡 然後我們的團隊 那你們未來可能創業 那其實在創業過程中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印象力 不管是在你的領域上 不管是你創業成功之後 會有接受到一些演講 邀約學校的一些企業界 這是我在金石棠演講 那一年731高雄氣爆發生 有高雄的 氣爆發生的時候 我在想到底能做什麼 這件事終於讓我度到 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我不賣物處理的商品 做意買的不錯 因為不然你消費者說 我不買就不停意賣了 也許他不需要 對不對 你買這一瓶我就20塊 這不需要嗎 你不需要自己用愛心嗎 這樣不要讓他這樣子 那種分別心 不要做 我就直接辦演講 我跟金石棠合辦 從台北到高雄 一路辦 辦個七場演講 每一場我就用募款 總共募的三萬六千多塊 全部捐七三一路包 那是完全靠我這張嘴 完全就是老天爺給我什麼 我做了什麼 我只想證明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做得到 不是 我就靠募做答案 老粉絲客人在那邊忙 不要幹這個事 不要把壓力你想做的事 放在人家身上 我自己捐是不是 我自己捐是不是 那個沒有意義啊 我要在這件事情過程中 我要撼動更多人 結果你知道我關心是嗎 一個阿姨一個媽媽 帶著小朋友 五歲小朋友來聽 五歲小朋友他太沉悶了 跑來跑去在金石棠還好 最後結束 叔叔 叔叔 你沒有說叔叔好啊 叔叔好 你問叔叔你可以做什麼 叔叔那我可以做什麼 我說你回去畫一張圖 你畫一張圖畫我畫什麼都好 你把它畫很漂亮一點 你放到亞布派那去賣 然後寫全數捐贈731 後來做賣5000塊 你覺得電子商務 是不是讓大家 就是只是獲利賺錢的嗎 我們在網路的影響力 拿到主張 一個五歲小孩子的畫 然後 難道我們畫不過他 做不做 他媽媽幫他畫什麼 對 都不敢 但是你看 那種小孩子心中的是什麼東西 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到 過去他沒有敢 他可能不敢想 他相信他 我可以做得到 只要我願意做 所以有一個人他也說 那我就把我舊的皮箱拿出來賣 兩字兩人包50萬去買 你們家沒有舊的皮箱 很多 然後 要不要做 還是本政府來幫你 還是社會社會會幫你 不管你做什麼 就是自己自己 自己能做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到處連講 到處去做 這個在廣達論照片 我想未來大家可能會有說 不管是分享的機會也好 要把這種正面的價值傳遞給大家 不是只是傳遞 How to make money 這個還是第二次 第二個程式 這個是 我在台北辦建立會 你看那個消費者 多嗨 我跟他說 來大家跟我一起合照 根本就沒理我 你看 他們沒有放在眼裡 我在這邊 所以其實他們根本只是要自己照相 所以這沒差 我以為我有沒有人氣 這個是建立會 去台中場 我們去騎腳踏車 最後推薦一本書給大家 這本書就是 有人因你活著的幸福嗎 我們這兩課看來 越來越像宗教課程 但是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的心健康了 你健全了 你才把你領導團隊 所有一切的 最重要的 叫做企業倫理 企業的文化 你什麼叫做品牌 就是這個文化 有一天 有一個人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 他說我爸是殺豬的 賣豬肉 他就是豬肉攤 掛幾條豬肉 就在那邊賣 沒有賣完收起來 明天再掛 那個肉都乾了 我想要跟他說 能不能用冰棍 我說OK啊 他說不行啊 我們就這樣子把你養大了 你一來就要改 你一接棒你就要改 你什麼意思嘛 兩個衝突 他說他怎麼辦 我說大哥你不要去動他這一塊 這就是文化 這就是衝突 他就是要捍衛 你在旁邊再弄一攤 你去別的市場都去送 你去找一些 做一些你的成績 但是你不要撼動這些文化 那是他 他的特色 他一定要這樣 他才會賺錢 如果你弄太乾淨 可能那一攤不會賣 對不對 那些命定變得很乾淨 你就不吃了對不對 人家就知道小巷口 那很髒人 老鼠跑過去耶 沒關係 沒事沒事 還可以吃 這本書 有些人都會在幸福嗎 所以要去再講這個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到明天就結束了 你今天還有什麼事情 到來 惋惜 仇促 還不去做 鼓勵大家要衝出去 好不好 但是衝出去 你要知道方向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我這個七位同事講 中間其中的是我 我說每個人作答完之後 離開辦公室 出來跟我講你的答案是什麼 有人說他要看完海賊王的最後一章 才願意死 有人早上要跟誰吃飯 下午要跟誰吃飯 晚上才要躺在床上掛掉 所以我要擁抱家人 他說他要跟他女朋友去吃火鍋 然後就掛掉 我就說完最後一件事了 他說他要跟親愛的家人度過 這個時候他要找很多親朋好友拍成照片 我說是火化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個是我太太 當時我這種菜色一端上來 他就把我吃掉了 當時我這種菜色一端上來 當時我半盤25歲的時候我就結婚了 我怎麼會知道我30幾歲的時候 這麼有命運 但是沒有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我那天我很擔心 我太太她是我們會計 她知道公司的錢能夠有什麼 她最知道錢好不好用 所以我就說 你跟我講最後一天你要做什麼事 她是最慢做法完畢的 她走出來 欸這只有一天啊 對只有一天 我花不完是不是 就是他後來寫答案 他說我希望能夠跟全家人度過最後一天 畫了很多小的臉 盒子裏都畫上去 跟一塊錢都沒有關係 我後來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當大家在談論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天的時候 九成以上是跟錢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一輩子就在追錢這件事情 所以還是要讓大家回歸一下 成變一下 我們只在想辦法賺錢 但是明天有很棒的週末在等大家 你要賺錢還是陪家人 還是賺錢還是陪家人 不如帶來家人一起去賺錢 這樣子還不好要選擇 好 今天希望今天這個故事給分享給大家 最後兩句話送給大家 不要用收入高低去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這些事情搞得到的 你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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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你可能做文創的 你可能走生技 你可能走3C科技 你可能走一些軟體業 那個產值本來就不一定要 不要用收入高低去衡量創業的價值 台灣就是需要 宜蘭這麼棒的地方 這麼好的產業 也希望湖口永遠都是沒有人的狀況 沒有啦 鑑長來一下好不好 交流大下來下嘛 這樣不準 湖口那麼安靜下來走走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